Hello,大家好,我是阿伦,欢迎来到Scribe的学习课堂。 今天为大家讲解的内容是, 7次网站的抓取,首先看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。 需求分析,网站结构分析, 存储方式分析,代码结构规划。 首先看需求分析。 使用单一的IP再抓取网页的共存容, 经常会碰到IP被封的情况。 现在需要获取一批代理IP进行网页的抓取。 目前找到一个叫做西次的网站, 可以提供免费的代理IP。 频道要求你对上面的IP进行扒取一共日后的使用。 当你接到这个任务之后, 亚伙肯定是打开这个网站, 去分析一下它的网站结构, 怎么样去抓取。 首先进入它的首页。 从首页的导航栏可以看到, 它包含的有国内的匿名代理和国内的普通代理, 以及国外的匿名代理和普通代理, 还有QQ代理和代理的小百科。 目前我们需要抓取的代理IP为国内的匿名代理。 我们点击词编辑, 然后进到国内匿名代理的页面。 它的网站结构即为右边列出的这种形式。 首先是分类IP的链接, 然后是IP的列表, 然后在列表中列出来了某一个具体的IP。 我们, 当然你到这一步还不能算是结束, 因为抓取数据的话, 是从网页的原代码中去抓取数据。 我们要查看它的原代码, 这些数据有什么样的规律, 我们怎样去获得它。 在页面上点击有点, 查看页面原码, 可以看到, 它的一些原代码。 然后在这些原代码中出现了, 我们要爬取的一些数据。 在这个地方看起来, 可能乱七八糟的, 没有什么规律。 我们可以使用Fibbug去查看, 在某一个元素上面点击右键, 使用Fibbug查看元素。 此时, 下面的代码是, 已经结构化的网页原代码。 而且当你把鼠标放在, 相应的元素上之后, 上面会显示, 选中的这个元素。 往它的上一级标签查看, 可以看到, 这些代理IP的列表, 存在于一个table标签中, 并且这个table标签, 有一个特殊的ID, 叫IPList。 那么我们想获得这些具体的代理IP, 就可以首先去获得, 这样的一个table标签的内容, 然后再去获得, 表格里面的每一行, 接着是, 每一行里面的每一个单元格, 这些单元格里面包含了我们想要的数据。 第一个字端, 国家, 第二个IP地址, 第三个端口, 第四个, 这个代理IP的位置, 第五个, 是否是匿名。 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, 匿名。 匿名的话, 就是说, 如果这个代理佛机是匿名的, 当你使用本机去通过这个代理服务器, 访问一些国外的网站的时候, 国外的网站的服务器, 它是看不到你的初始IP的, 这种情况就是高逆, 但还有一些透明的代理。 透明的代理是, 当你通过这个代理去访问一些网站的时候, 那些网站可以看到你的初始的IP是什么。 当然, 我们爬去数据的时候, 肯定是希望使用高逆的代理IP, 然后是代理IP的类型, 为HTTP和HTTP-S, 后面是它的链接速度, 以及链接的时间, 还有这个代理IP验证的时间。 因为代理IP在某一时间, 它可能是可用的, 有可能在下一秒, 或者说下一分钟, 它就不可用了, 所以在我们使用代理IP的时候, 首先要对这个代理IP进行可用性的验证。 当我们分析到这一步, 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知道, 怎么样去获取具体的这些代理IP。 下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, 就是翻页问题。 当你抓取完这一页之后, 它后面还有很多页。 首先观察它的每一页的链接是否有什么规律。 当鼠标放在这个数字2上面时, 可以看到在这个页面的左下角出现了这个按钮相应的链接, 当放在3上面之后, 也出现了它相应的链接。 依次放在45678上面, 可以发现它这些链接基本是相同的, 不同的, 只是最后的一个数字。 从这里可以看出, 它的这些每一页的链接是非常有规律的。 我们可以去模拟这些数字, 从而去获得它每一页的链接。 然后访问这些页面, 再从这些页面上去获得具体的代理IP。 网站结构分析明白之后, 下一步就是分析存储方式。 就是说你抓取到这些数据之后, 进行一个怎么样的存储。 可选的方式有很多, 比如你可以存到TFT文件当中, 或者是CSV文件, 再或者是Jensen文件, 以及它的类似的JensenLens文件。 JensenLens文件即它的每一行是一个Jensen组算。 接着你也可以存储到数据库当中, 或者是你存储到云端的一些数据库, 或者是文件系统当中。 由于公司目前不打算把数据存储在云端, 只是把它存储在本地的数据库当中。 因为存储到本地数据库当中, 它有足够的优点。 相比文本, 它使用起来更方便。 而且它支持丰富的操作, 比如排序查询, 条件查找之类的。 然后是规划这个代码结构。 当你分析完之后, 当你分析完你的任务之后, 下一步就是怎么样去实现你的这个任务。 由于Scribe是目前使用比较广泛, 功能比较强大, 而且比较简单的一种爬重工具。 所以这里我们将使用Scribe完成我们的任务。 具体怎么样去编写Scribe的代码。 请看下节课的讲解。 这次课到此结束。 谢谢大家。 请看下节课。